再來看到藝人林志穎 他在微博上面公布和孩子KIMI 一塊騎單車的照片 眼睛的網友一看 一隻KIMI騎的可是超跑品牌的兒童單車 一台要價上萬元 但其實說到了超跑品牌 賣的不止真車 現在包括了行銷策略 可是從年輕到年長客群通吃 林志穎的兒子KIMI騎的是爸爸 買給他的超跑品牌腳踏車 小小一台就要價上萬元 這麼小的年紀就有超跑腳踏車 真讓人羨慕死了 林志穎兒子騎的這款車要價一萬多元 有跟跑車一樣的紅色噴漆 車頭除了logo 還有個仿賽車的儀表板 全車鋁合金車身輕量化 兒童腳踏車打造的就像跑車一樣 實際來到國內的單車精品店 國內國外腳踏車業者 全力猛攻兒童市場 從嬰兒到少年時期 依兒童身高把同車分成四個等級 分別是身高不到100公分學齡前 沒有踏板只能用腳滑的學步車 到幼稚園兒童騎的小型車 一直到國小中高年級 適用的中型車輛 小朋友如果騎大台的車子 因為他的平衡感 他的控制力不夠 相對的他腳踏車沒有辦法到控制到 很完善 對 所以以小朋友目前的身高下去 做配合自己適合的腳踏車的話 會比較 對他來講控制力會比較好控制 知名跑車出的同車 價格當然也不便宜 這家跑車廠牌 從近4000元的學步車款 到KIMICI的這款車 要價一萬多元 還有適合國小學童身高的兩款腳踏車 循序漸進 就像大人開的跑車 越開越高級 不只腳踏車 有些車商還打造電動兒童車 看準家長像林志穎一樣 想讓孩子跟自己用一樣的車 推出全系列同車 全力強勢 記者陳思遠 學家師台中報導 請看準家長像林志穎